当地时间14号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宣布 将美国波音公司737 MAX系列客机的 预期恢复运营时间延迟至9月4号 同一天 美国航空公司也将恢复运营737 MAX系列客机的时间 推迟至8月18号 此前一天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宣布 打算8月10号起恢复运营737 MAX系列客机 美国航空运营商 一般在夏季迎来客运的高峰 推迟运营MAX意味着上述三家航空公司 将连续两年再忘记承受收入的损失 MAX系列客机是博音最畅销的机型 投产以来在全球售出大约5000架 直至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 两起重大空难导致346人死亡 暴露出这一机型致命的射击缺陷 联邦航空局去年3月 针对MAX系列客机发布禁飞令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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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